各位好,我是本课程的授课老师林汉清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是高毛利率零售专家 这个课程最主要是希望透过务实论理 以及体验学习的两大工具 引导学员具体掌握创造高毛利的手法 并且将所学成功转化在食物的经营之上 我想进到今天的探讨主题之前 我们不妨先由一张图切入来做思考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不知道跟您所知道的7-11的印象有什么差异 我想在各位日常生活中所光临的7-11的门店 很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橱窗海报的一个用字 这边写着内友拜拜欺负专区 各位猜看看这家7-11会在哪里 您知道吗 这家7-11是位于行天宫附近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 一个零售商店 事实上它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首先要在意的就是 具体去掌握立地商圈的特性 从了解立地商圈的特性当中 分析它的主要课程 再由它的主要课程中展出相关的商品组合 最后呢 再透由商品组合的一个相关规划 配合着行销手法的一个应用 来达到高毛利率的一个目标 因此今天我们课程的主题 提到高毛利率的一个创造 其根源处是不脱立地商圈的一个特性的掌握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本课程的一个纲要内容 本课程划分成四个小的段落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开店赚钱 需要用上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技术 如果光靠赌印器 事实上在现今的社会里面 是很难让店铺持续的获利 接着在第二部分 我们则找演毛利提升的战略三部曲 紧接着在第三部分 我们会有人事实地物 这五大管理的要点来切入门市营运的相关重点 最后呢 由于本课程之特色在于 透过体验式的学习 因此在最后总结部分 我们将透有几张关键性的统计表 跟各位陈述 透过体验学习 之所以可以协助我们快速入门 掌描相关的经营要点 一个好处 接着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小节的部分 也就是开店赚钱 不能赌印器的这个主题 在此主题当中 我们拆解成两个主要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激烈竞争的市场里面 利润角着的一个法则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接着呢 我们再来探讨 以目前日本 台湾 以及大陆的一线城市 所面临高度竞争 成熟化市场的一个环境之下 如何掌握企业经营的一个要点所在 看到这张BBT里面的内容 我想各位应该都有所感触 由于现在竞争 月形的激烈 竞争对手来自世界各地 因此在一个产业里面 如果想要稳定的赚钱 你没有冲到前两名 是很难达成 所以从现在的一个产业的经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经营的一个位阶呢 是处于第三名以下的话 要获利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而在此成熟化的一个 高度竞争环境里面 我们要掌握哪些企业经营要点呢 首先 第一个在时代的变迁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呢 由于处于高成长一个时期 业者呢 在此时期的时空背景之下 只要踏进到产业里面 不是大赚就是小赚 不是大赢就是小赢 然而 现在的时代变迁 已不像过去高成长时代 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充裕的一个时期 由于成长率的快速 萎缩 业者现在目前已经短兵相接 因此呢 在如此竞争激烈环境里面 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 配合数据性的管理 则在此时空之中 必将遭受惨败 因此现在真正已经进入到所谓优胜裂败的环境 没有实力的话将难以生存 第二个重点 在过去企业或者我们所提到的一些门店的一个经营当中 很多把经营的重心都放在有形的站立 然而 现在的时空环境的一个转变 企业如果不着眼于点线面站立的一个连结 则往往赢了点 但是却输了全面 因此呢 在此时空环境之下 如何强化战略的一个力量 致为重要 第三个重点 在于 过去的成长 追求的目标 往往着眼在 营业额 也就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业绩 的一个成长 然而在成熟化市场的一个环境之下 光只有看营业额的成长 事实上是不够的 有些人 有些企业 充高了营业额 但是却造成毛利的一个亏损 最后 最后企业的营与 失败收场 因此 在此 高度竞争的成熟化市场当中 如何在 提升营业额的同时 也要思考到 获利的一个 维持 同时 透过点滴的相关策略作为 让小胜 逐步累积成大胜 这样的一个踏实的执行 手法 需要 投入相关的 经营的一些心力 才有办法达成 请不吝点赞